好來 繼續來講臺灣 風疫優勝 為疫情勃發以來 台國就是外資 導資的對象 經管會主委鄺田木 在起到立法院財委會比選 說到外資的占幣 將近四十四趴 創立市的行為 國人對台國也很有信心 那當會到普通交易的 台東的股票 其中是不是 要有重資的 這個主委說 會以為來辦理 臺灣的疫情控制得很好 外資真看好 十月份 專為賣超台國 二營 外資競爭 台國的市值比當 將近四十四趴 這是歷史的最新觀點 外資當然重要 但是本國人對台灣股市的 這個重視也很重要 這一年新開戶的加數 也五六十多萬 來看今年台國的交易 外資占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六 一般發營差不多百分之十二 本國人占差不多六成 現時國人對國市有信心 所以道主人有夠一支股票 可以買賣 前台東公司 臨時股東會 幾年來正義 結束市場派贏 不然好 台東近百年老店 換人經營 正好處理 漲也趕緊選擇 台東的股票 二三起 回合普通的交易 結束三個關會 轉押九個關國的奧望 依法辦理 大概會是什麼樣的方式 那要看 依法辦理就是 如果確實 是錄資 投資 那當然就是 根據兩岸民關係條例 限期處分並罰款 如果金管會要繼續 推薦中國資金 林貴文研也發表聲明 說會保護百年紀念 讓這個台東經營 款資金 好像要不算